目前全球暖化问题严重 为了达到低碳低污染的环保目标 台中市政府7月10号上午 在市政大楼301会议室 举办低碳校园颁奖典礼 一共有包括沙鹿高宫在内的 37所学校获得认证 典礼一开始安和国中音乐班演奏管弦乐 接着由市长林佳龙亲自受证颁奖 市长林佳龙在致辞中表示 低碳理念必须从校园开始做起 再推广到家庭跟社会 台中市愿意做全台湾低碳城市的领头羊 作为其他城市的表率 这个低碳城市是一个世界的潮流 但是真的要从校园来做起 从一个学生他在教育的过程里面 就能够有这样的观念跟实践 所以今天是我们的所有得到认证的学校 是一种光荣 这一项由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办理的低碳校园认证工作 经过两个阶段书面跟实地的勘察审核之后 一共有37所高中高职 国中国小获得认证 其中金牌的有杀戮高工 小民女中 大业国中等15所学校 另外还颁发银牌跟铜牌奖 给其他22所学校 教育局长颜庆祥表示 要把节能减碳的概念 落实到全台中的校园当中 在推动台中市低碳校园认证的工作当中 主要以省电节能节缘用水为目标 配合绿色消费 废弃物减量回收再生 除余再利用等项目 再加上推广大众运输 启程低污染电动自行车 全面校园绿化 围墙植树等措施 全方位地做好 节能低碳的环保工作 每个老师 每个学生 我们生日礼物 我们有一样 就是给他植栽 哇 请他慢慢把它培养到 那这样子整个校园的气氛 绿美化 都是从个人做起 那我对于这个 低碳校园 可以说是我在学校 行政的 市政最重要的一项 但是就在台中市政府 颁发低碳校园认证的同时 台湾护树联盟上午也前往市政府广场 举牌抗议 希望台中市政府要多种树 少砍树 实际做到节能低碳的目标 不过台中市政府表示 对于社会大众的意见都会相当重视 也会落实大量种植树木 建构节能低碳环保城市的目标 记者李建盈 刘伟群 张佳琪 台中报导